中国队的面骨烟跳马 撤手翻 自己转起810度 直接就出车 他偏离了中线 两步迈到了垫子下面 就要扣严重的扣分了 这次日本电视台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大直播当中 特别提到了两位来自德国的选手 一位是博一 一位就是恩古耶恩 因为博一我们都知道去年是比赛上的时候 获得了非常优异的个人全能成绩 15.133